綽號深海嚴王的王姓柔術家 在昨天的時候 他忽然在臉書發文告別 隨後就失臉了 讓情有相當緊張 那麼警方透過定位 在一輛車子裡面找到了他 不過他當時竟然意識不清楚 在車輛裡面還發現了烤肉架和木炭 目前已經緊急送禮當中 綽號深海嚴王的王姓男子 2016年曾經與朱雪張相約比武 卻慘遭被設局砍斷絞金 而他在2021年的4月 擔任國小才藝科的教練時 竟然強拉女童坐在腿上 還強穩臉頰 甚至恐嚇不准告知任何人 到今年5月11日時 高等法院認定王楠說謊 依照強制猥褻罪行 判刑一年六個月 全案仍可上訴 不料王楠卻在昨天下午 在臉書上貼文 我知道無心之舉 常常讓人不開心 無心的過失都造成了傷害 還稱我愛著你們所有人 但我自己沒有辦法走過這一關 親友們見到臉書發文 馬上到警局報案 警方透過定位 在台北市市林區的某道蝦場對面 一輛車子裡面發現了王楠 但王楠意識不清 索性還有生命跡象 車內還發現了烤肉架 以及木炭 目前送醫搶救當中 那接下來呢 讓我們來看到這幾天 備受關注的民進黨性騷擾案件 那麼這一名遭爆料的輝哥身份 也不斷遭到起底 那從他的臉書貼文裡面 可以看到他2012年的時候 曾經分享 自己替現任總統蔡英文 拍攝了第一支的廣告 那網路上面呢 也曝光了他的黨證 顯示他已經入黨15年了 那麼隨著越來越多的資訊浮出台面 他也緊急關閉了臉書 看蘇貞昌 林靜怡 余天 鄭運彭合照 總統蔡英文甚至在他的婚禮上致詞 熟識多位民進黨大咖的這個人 就是被爆出性騷擾的導演輝哥 而他的民進黨黨證 現在也已經曝光 輝哥捲入性騷擾疑云之後 雖然馬上關閉臉書 但他的經歷 還是被網友們一一挖珠 他不僅曾入圍過金鐘獎 2012年時 還幫蔡英文拍攝第一支競選廣告 蔡英文還曾經錄製影片 向輝哥打招呼 兩人交情似乎匪淺 還能與多位綠營大咖合照 在黨內的人員可說是相當不錯 不過除了性騷擾之外 輝哥更被爆出更多黑底 台灣微縮模型神人 鄭弘展一日發文表示 他這輩子有三個很討厭的人 其中一個就是輝哥 鄭弘展說輝哥是他的學弟 以前他都叫輝哥小薛 年輕時教輝哥畫畫 還介紹客戶給輝哥 沒想到後來輝哥事業有成之後 卻教訓起自己 更向他放話 洪展要比誰賺的錢多 你不會比我多啦 如今輝哥被爆出性騷擾 鄭弘展也表示 想送給他幾個字 切莫得意忘形 當時身為督導的林飛凡雖然已經出面道歉 不過資深媒體人周玉寇不領情 他呼籲林飛凡應該要退選 改由雞排妹上陣 當初婦女部給我的資訊是這個他們那個當事人決定並沒有要走這個申訴的程序 但是我們確實忽略了這個當事人決定不走申訴的這個管道 背後可能有種種各種的原因 周玉寇批評民進黨前黨公遭性侵案吃案的只有許家田嗎 加害人是主席親信的好友誰敢動 回顧各種說辭難道黨內高層當時沒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心態嗎 這也是權力落差的霸凌 周玉寇更嗆林飛凡身為督導連帶責任相當嚴重 他已經不適合參選立委也不想想選區的對手是誰 這一次他支持鄭家純對戰王洪威 呼籲林飛凡退選吧 整起性騷擾案件持續延燒當中 不過呢其中最被最多人討論的就是後續的處理方式 指引的是否是有吃案 那對此呢民進黨新聞部主任張志豪就轉述了三點聲明 他第一呢就是副秘書長許家田已經主動辭職並且也獲准了 此外許家田呢也願意配合接受調查 那麼第二點呢就是除了黨部心騷擾的防治專線 同仁可以直接撥打之外呢 同仁呢也可以向秘書長陳述事件必會立即受理 那麼第三呢就是如果有知情不報 或者是有特別隱匿的主管 如果經查證署時候將會一律開除 並且呢他也強調希望這個提升黨部的同仁 處理相關事件的知能 那其實我覺得整起事件喔 就是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對受害的女生來說 他已經很鼓起勇氣 然後向外界求助了 結果遇到的態度是這種很冷漠的漠視的話 我覺得對他心裡的因應一定會非常的大 對那不曉得大家覺得說 對於他們提出來的這三點 真的覺得有幫助嗎 還是覺得應該要怎麼做更好 也歡迎留言來告訴我們 那現在這起事件呢還是持續在延燒的 到底對民進黨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還要繼續觀察 那算說目前的2024總統大選民調 賴清德是暫時領先 不過網紅焦糖陳嘉勤昨天呢 發文示警說 如果資訊站在這樣寫下去的話 2024的民進黨就準備複製 2018的潰敗了 陳嘉勤在臉書發表長文表示 他認為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面臨著一項重大挑戰 就是必須喚起支持者的積極參與 現今的民進黨不僅難以掌握基本盤 支持者的沉默以及消極情緒也是日益嚴重 他說如果你覺得賴清德目前民調領先 認為他是唯言聳聽 那我跟你說 這確實唯言但絕非聳聽 陳嘉勤最後分析 民進黨勝敗關鍵就在催票率 他認為藍白紅一定會出來投票 不過綠營跟中間選民是看心情投票 賴清德和民進黨目前的隱憂 或者是民憂就是支持者催不出來 那對於民進黨黨部發生這樣的性騷擾 吃案逢波 黨主席賴清德他就要臉書深切的表達 他說我們不會轉身離開 更不會就這樣算了 不過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的競選辦公室 就追答此題 譬如賴清德對記者詢問 會處理性騷擾案件嗎 他的反應卻是轉身離開 侯友宜競選工作室發言人陳柏翰指出 性騷擾事件爆發以來 社會各界就一直密切關注賴清德的基本態度 令人遺憾的是 賴清德卻始終沒有正面對外說明 持續躲在文字聲明後 甚至面對記者的賭麥詢問 轉身離開 而陳柏翰進一步指出 外界關心的是 許家田受到賴清德的提拔 由婦女部主任升為副秘書長 而事件發生從去年九月歷經多時 這個這段期間賴清德到底知不知情 如果知情還讓許家田畏懼高位 是否可能會讓更多受害人受到相同的對待 而面對民進黨發生的性騷擾 吃岸風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就跳出來批評 他說民進黨雖然一開始就已經迅速道歉 並且展開了調查 不過這件事情可以拖到九個月這麼久 還是很有問題 柯文哲說民進黨處理性騷案的方式非常諷刺 雖然迅速道歉展開調查 但這件事情可以拖九個月這麼久 還是有問題 柯文哲強調 對於這種案子 內部一定要建立暢通的投訴管道 確保夏勤能夠上達 錯誤或許不可能完全不發生 但必須來得及矯正 這封斑斑血淚的求救信不該被漏接 所有人都要翻閱聆聽 並且哀驚勿喜